极端气候是人类面对的一大挑战 巴基斯坦西北部多个省份连日豪雨成灾 山泥倾泻数岛防塌 死亡人数不断的攀升 至今已经有63人丢命 巴基斯坦西北部各地从前天开始就下起了磅沱大雨 引发土崩 摧毁多栋房子 淹没多条道路和桥梁 放眼望去竟是一片水乡泽国 这场天灾带来严重的人命伤亡 单单在位于西北的普赫图赫瓦省 就有47人死亡和37人受伤 气象局预计 夹带狂风的雷雨在未来的24小时 还会继续蹂躏西部地区 恐怕会造成更大的灾害